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 SoundEyemble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余慧 欢迎收看回蓝热气看场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棚内很热闹 一次来五位重量级的来宾 那这些来宾要跟乡亲朋友分享什么话题呢 就是我们的国立花点高农 創校100周年即将要准备盛大的百年校庆活动 而且这个活动是一系列连串的 可以让所有的乡亲朋友一起来参与的 那有哪一些有趣好玩甚至可以做慈善公益的活动 可以广邀大家来共襄盛举呢 今天呢五位特别来宾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报告说明了 首先在我右手边这位重量级的校长 就是我们花莲高能的校长 我们梁校长相当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右手边这位就是我们花莲的校友会 现任理事长很辛苦 我们的包念华包理事长您正好 美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那在右手这边呢 不得了这是我们的前理事长 荣誉理事长我们花莲的校友会荣誉理事长 我们的周杰隆周理事长你好 你好我们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老校友到现场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早年几年代啊四零年代五零年代六零年代的时候 在这个花农读书是怎么样的快乐氛围 有学学哪一些让人觉得一辈子能够很愉快回忆的记忆 待会也请我们的荣誉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啰 好那再过来这位阳光行男 我们的教授体育系的教授也是我们这个高好夫球协会的总干事 我们的杨昌斌杨教授教授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教授到现场来不是叫大家来练体育 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百年校庆系列活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慈善推肝的一个活动 那这是高求推肝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的杨教授是琢磨很深 也是尽全力在协助处理 所以待会也要请杨教授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慈善推肝活动 那他其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好那再来右手边这一位呢 也是我们的杰出小友 那也是我们花农校友会的总干事 我们的黄俊伟总干事 总干事好 各位观众以及各位我们主持美丽主任大家好 是其实筹办这样子一个百年校庆系列活动 他不是只有一场不是只有一天 他其实从过去一两年就一直在努力酝酿在筹备当中 那一直到明年正式迎接百年校庆的时候 真的真的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 那重点就是希望可以让所有的我们的花农校友 甚至于是花莲在地相亲 甚至于现在在国内外 已经在打拼事业成功的一些花农的校友们 能够想到当年青涩时代 我们学习成长的花莲高农 带给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记忆 那所以今天校长到节目中来了 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来报告 我们国立花莲高农 其实它的创效宗旨 跟它的各科技特色 是不是可以请校长跟大家来说一下 好谢谢主持人 我们花莲高农 明年四月二十四号就满一百岁了 那往前推的话大概我们就是从民国十年的四月开始创校 那在这当中 我们最主要一开始的话是以农林学校为主 那农林学校最主要是属于农艺科 就是一般的往摘粮作物 因为那时候粮食就比较缺乏 那再来就是森林科 因为我们台湾的森林资源非常丰沛 所以那时候以培养我们森林的一个林郑的一个人才 跟伐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基础人才为主 是 然后一直到现在大概历经了有十六次的一个变革 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总共有六大群 九大类科 那农业群包含了农场经营科 园艺科 森林科 续厂保健科 然后我们还有食品群 就是食品加工科 那这还其中还跨域到 有里面有烘焙科 有烘焙的 那再来是我们有土木科 就是从以前是农业土木 那现在是也变为我们土木科是属于土木群的 但是我们的土木科跟一般的工 发工的土木科其实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比较着重在边坡防治 那我们是以农为底蕴 然后用自然工法来做防洪 然后防止整个山坡的崩塌 然后还有我们之前有农业机械科 那现在因为整个就是结合智慧农业 所以我们把它转型为生物产业继练科 那我们商的话还有植醋科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餐鱼 有我们的餐饮科 那其实不管是商科 不管是我们的那个餐鱼科 不管是土木或是生物积电 我们都是引农为主轴 都是引农为主轴 所以我们发展的特色 虽然是属于工的 但是我们的工科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商的话跟 那个我们的资醋科 跟我们的花商发展也不一样 那我们就是引农为主 那引农的话刚好可以结合我们 花莲的在地的农产业 那我们徐县长现在以大利在推动 我们所谓的花莲地区 是全国的一个有机农业线 然后也在推展我们整个农的 一个休闲的一个相关的产业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配合这个产业 然后也配合中央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以后的话 我们大概是走AI 然后整个数位行销 然后以智慧生产 然后数位行销 所以数位行销我们资醋科 就可以发挥它的特色 然后我们智慧的话 我们生物产业纪这个科 就可以发挥它的特色 甚至我们明年我们就是跨校 可以跨校来做合作的选课 我们跟花工的房校长 已经谈了整个跨校的合作的一个选课 就把花工的擅长的这个整个 积淀的部分引到我们这边来 OK 好 所以其实说真的一百年这么长的一个历史 那学校的这个自学方向 也会跟着时代改变在做修正 所以我们花农也是配合着 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变现的需求 我们在这个科系上面跟安排部分 教学自学方向也是一支逐连逐连在修正 绝对是走在全国前面 走在全国前面 走在世界前面 希望花农培育出来的孩子 绝对是能够当做这个一个中间 像我们今天来的四位杰出校友 真的就很杰出 有企业界的强人 也有这个教学类的强人 有一些在各个领域其实都是很杰出优秀 所以其实国立花联高农 这一百年来的努力跟成果 确实已经让所有的乡亲都看得到了 那所以要庆祝这一百岁的生日不得了 百岁人瑞 百岁人瑞 这一百岁的生日 所以在这个校友会的功能部分就不得了了 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花农人找回来 这一部分是不是请请我们的报理市长 我们的校友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我们是民国66年成立 民国66年成立的 OK好 那我们这是为了筹办这个百年校庆活动 我们做了哪一些的安排 基本上我先跟各位观众 大概简约讲一下我们校友会成立的宗旨 我们最主要在66年成立的时候是 最主要是协助母校的建设跟发展 再来就是说培育我们的毕业的校友 他的一个进修 因为校友们他离开学校之后 他其实需要一个进修的管道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从这个 我们的结束校友的选拔当中呢 我们每年都会提拨一些结束校友 那这些结束校友他进到社会上 他有一个责任再来回到母校 来鼓励我们所有的学弟学妹们 那今年很荣幸就是承接了100年的一个 这样那么大的一个百年校庆的活动 的校友会理事长 那基本上我们每个团队 包含小学校的部分也都很 大家都很紧锣密鼓的在准备这么一个盛大的活动 那也非常的能够开心的邀请所有的校友会的所有的学弟妹 希望在明年的4月24号都能够回来花农 来参加我们花园农校百年校庆的活动 是OK 讲到这边我忽然想到 我很想请问你们各位是什么科系 念环是什么科系 我是在我当时进入花农读书是读食品加工科 食品加工科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学校的转型 刚好有一个烘焙类的一个加工科的 是好 那我们的周理事长呢 你还记得你当年读的是什么科系吗 我在民国17年的奴役科 奴役科 奴役科毕业的 是 所以在这部分也是学得很劲道 好 那老师呢 对 抱歉我是花中毕业的 对啦 但是我都在花农玩 你不要跟我说你都追花农的女生 有可能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华总監事呢 我是84年进圆艺科馆 哦 圆艺科 哇 好酷哦 好 所以待会是要请总監事详细说明 是 说明我们的 那你是校园会的任务 您就是那个领头羊 就必须要登高一呼 所有人都给我动起来 是 真的 就是要让百年校庆做得好就对了 是 真的 好 那我们的周理事长 您也是第几届的 47届 哦 第47届理长 不是 那11届 我47年 哦 是 11届 第一届哦 11届 绿届 您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在花农 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吗 啊 是 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所以我在学校 还喜欢体育活动 哦 所以在 我记得在高三的时候啊 嗯 我代表学校 啊 增加这个全省的一个运动会 神运啊 我增加的项目啊 是跳远上几跳 还有一个失败公主杰莉娅 那么 还有个国防体育的一个霸干 嗯哼 那时候 我们八个人增加 结果呢 我们田征方面 都搞不上别人 只有国防体育啦 增加的学校有69个学校 那时候 那个是节力的 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22秒 一两次啊 22秒5 结果第四名 我们的花林高农 终于神用水灵魂的回来的 所以那时候我三分不压旦 不记录 都是三分回来 所以那时候 我们原住民的学生啊 嗯 原住民学生因为有奖学金以后呢 都在住在学校 因而又好 又往后的一个区域呢 都是前往 都是分数这个成绩都不错 哦 是 是 是 所以你的经济生课在花农 除了学这个农业的经营的专才之外 你在这个青春的体能的锻炼部分 也是很好的成绩这样 哦 校长原来花农也可以发展体育系啊 是不是 看我们的杰出校友也是这么厉害啊 对不对 我们比那个体育班的成绩还 还更厉害啊 还更厉害啊 真的哦 杨教授很想对真的 所以有很多好的选手也是从农校出来的吗 他们的足球非常有名 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到底我们这个百年校庆 有哪一些重要的一些规划 像今天的主题其实就要讲迟战推改 那总监师你先大致下一下 我们这个百年校庆系列活动有哪些系列呢 好 谢谢主持人 那很感谢 那因为我们真的百周年校庆的部分 其实我们从去年就开始筹筹规划的部分 那百周年校庆的部分 当然不会我们目前已经执行完成的部分 就是反读的到万人国小的部分 偏向去做一个 然后跟我们的精英社 福伦精英社的部分的合作 那这部分我们已经都完成 最起码我们在目前就是要进行做 我们百周年校庆的一个活动系列的一个露出 那其二的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现阶段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慈善 公益慈善的一个推竿的一个活动的部分 那当然不会我们也是 要把我们的花农最漂亮 最优美的 园林美的一个园艺客馆的部分 利用它最自然的方式 以及我们结合我们的推竿的部分 把它展露出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接下来 11月15号周日的部分 我们要做第二系列的一个百周年校庆的一个活动的部分 那再过来就是 我们接下来部分就是有我们所谓的一些摆对加偶的部分 也是目前现阶段我们要开始一一的去做一个争选的部分 还有我们百张老照片的部分 这个我们会跟我们的校方的部分 以及我们校委会的部分 大家一起把所有的历史的回忆的一个相片的一个记录部分 我们一一的都把它收集起来 进入到我们的明年的一个校司馆里面 进入做一个资料的一个收集 这是我们针对我们百周年巡视历史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展开 所以我们中间有刚刚听到有这个摆对加偶 就是所谓的班对校对那种意思吗 班对或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还有多代的说从阿公开始多发農 阿公爸爸然后到孩子 有可能还有姐妹 有可能一家三代 有可能都是从发農毕业的结出校友 所以这部分就要很努力去找了是不是 会有登记吗 校长这会不会很难找啊 这样会不会很难找 我们要怎么样动员啊 所以就要靠我们这个回南电视台 这个电视的路数 要打出花楼跟群自己来自动报名一下这样子 那个周理事长 我们从这么多年来 你的老同学都还有联络吗 都有联络 都有联络 我们还是有的 我们还有个同学也是开同学会的 真的吼 我最后一次是感觉到 在我当理事长之后呢 跟多人的同学都会联络 这次校友会你又要号召你的这个魅力 赶快吸引很多校友回来 是的 是的 把老同学老朋友 甚至于同学的孩子孙子 全部都抠回来了 对不对 让我们的校庭的活动 可以很热闹和烦心 那就靠我们的周融女事长 好刚刚总安事提到 其实今天也是要宣传这个慈善推竿 这部分我们特别借重我们东华大学的这个专业教授 我们的杨老师来帮他们加重 我们知道老师其实本身在推广这个高球运动 包括我们也让孩子们也可以参与高尔夫球 不是只有年长者可以运动的一个项目 那所以这次结合我们花农 跟结合我们这样的一个百年校庭的活动 在这个慈善推竿的部分 您是怎么样帮他们做个规划 其实我们花莲目前推动高尔夫的小朋友的部分 已经有四年了 那我们想运动是一个最好的交流 跟连结的一个媒介 那目前台湾推动最好的也是我们花莲 那我们把整个媒体的建制都建制得很完整 所以我们的FB也都是做双语的 我们有任何的新闻都透过FB 甚至于传到国外去 那花农百年校庆运动会 其实我们就是透过我们原有的这些族群 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我们的FB 所以我们这次就希望说利用一个全国的公益邀请赛 那吸引过去有这个我们毕业的校友 散布到全国各地的 我们都希望说透过这个FB 还有很多我们的新闻的宣传 让这些校友他可以来回来我们花农 来参加这个公益的邀请赛 那这个公益的邀请赛 事实上我们有分了很多的项目 那其中一个就是小朋友最爱的 那我们就是让全国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那他们来参加就是我们上个 上个礼拜才刚办完的现场杯的这些项目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传承组 传承组我们就希望说 校友带着一个现在在学的学生 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他们也是有比赛有积分 那当然这个募款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有一个公益组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公益组 让这个有想要协助我们这个慈善的部分的一些企业家 他可以来报名 那来报名参加 一样来参加比赛 但是他这个比赛的报名费 就作为花农的一个效务基金 或是一个其他弱势团体的一个辅助的基金都可以 那最后一个就是花农的演艺科非常漂亮 那我想很多花莲在地的朋友 都不知道花农里面有一个很自然的景观湖 那我们这次有设计一个叫做现场挑战组 我们很欢迎现场的来宾 他可以现场就来报名挑战 从湖的另外一边打到我们指定的一个目标 那打到目标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很精美的礼物送给挑战的来宾 或是朋友 是 OK 所以我们这个慈善推育肝活动 它不是一般制式的那种什么9栋18栋 我们比的是什么 我们有短切肝 还有推肝 还有一个集远的 所以本身要会打高 扶球才可以报名吗 还是像我这种完全不会 可是我觉得我很想参加也可以 也可以 重点就是这报名费我们要去做公益 是报名费的部分 是这个意思吗 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模式 第一个欢迎我们各界 对高雄有兴趣的朋友 甚至笑容能够回到花农 这么美丽的景观来做一个这样的公益慈善 那当然慈善的部分的我们是希望说 藉由这样的公益基金 我们当天也会邀请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 那我们会把一部分的这个公益金 就是当场就是作为捐赠给这些 弱势的公益团体 那一部分就是 这个这次的活动的一个经费 那剩下的部分就有 就有筹数到我们百年 这个孝庆的这个筹备经费 因为大家知道 办一个百年孝庆 它必须要 经费上要非常的充裕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我们让所有的各方面的一些好朋友 弱势的好朋友也能够来响应 那我们也透过这样慈善的 大家的推干 透过社会人士 还有一些球队 他们也想要来做这样的活动 来挹注公益 一起来 大家一起广摇 大家一起过来这样子 是 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志士的 一个高球比赛 它就是一个比较结合趣味性 公益性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过生日 的那种欢乐的气氛 希望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时间点 跟大家报告一下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 会有这个推干活动 什么时候会有运动会 我们还有一个运动会嘛 对不对 运动会 然后还有就是正式的 我们的百年孝庆是哪一天 这部分 好 那我来说明 好 你来说 那我们的慈善推干活动 是11月15号 11月15号 当天星期日 那我们上午是9点开始报到 然后9点半活动开始 那10点开始做一些这样的一个 集园跟这个对抗的活动 对那当然当中就是会有一些的表演 我们一起融合在一起 那就是说再来就是我们在12月10号 我们花莲农校的一个运动会 那也欢迎所有的校友能够回到我们花莲农校 那运动会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针对我们的校友的校内的学历学妹 其实也是一个成果的展示 然后再来就是在我们的12月10号 他当天我们有个老照片的甄选 也是由我们校会跟这个校方这边来做一个临选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是 我们的百位的杰出校友的甄选 也会在当天来做一个甄选的临选 对 那所以说这个百位校友的部分 也会在我们明年 11月24号的百年校庆的活动 当天来接受我们所有来自全国各地校友 跟我们花莲县内所有的好朋友 还有我们的学弟妹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欢庆的一个动作 顺便来替他们做一个优秀的表扬 这样子 OK 好 所以在这个11月15号这个慈善推竿 游戏 我讲游戏好了 比赛好像太严肃一点 欢迎大家能够事先报名 或者是当天到现场来一起来分享 帮选手加油也很不错 那再来就是12月10号 12月10号我们花农的运动会 我们运动会都是两天 两天的运动会 一般学校都只有一天 我们是两天 是 因为我们的运动选手太强了 我们一发不能 我们一发不能 所以好 12月10号 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是11月15号 我们可以去看推竿 推竿 大家一起来玩一玩 加加油打打气 12月10号运动会 也来帮选手们加要打气一下 重点就是明年的4月24号 花农的百年小庆正式登场 那天一定很隆重 我们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要努力累积 我们的校友会辛苦了 加油 周理事长你要开始 很努力的把老同学通通找回来咯 那我们年轻一点的念华理事长 也要动员你的人脉 赶快把我们这些学长姐们 通通抠回来 学弟妹们通通找回来 一起来欢庆我们的母校 培育我们 其实高中的青春岁月 真的是最令人难忘 读书最辛苦是那个时候 玩的最嗨也是那个时候 偷偷抬恋爱也是那个时候 所以其实高中的青春 这年华是觉得很令人难忘的 希望能够透过百年校庆活动 来让你想起 哎呀当年我十六七八岁 那个美好的岁月 好 张冠先生你要补充一下是不是 对我今天有带了这一本就是 刚才讲的园林美就是我们今天 10月15号要在这个场合 您办的这个活动有没有 结合人工胡锦三锦 跟人工的利于美的部分 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会场部分 那这本书也是集结了就是园艺科馆25年 从民国61年一直到86年的一个精华 这个是25年的整个所有园艺科将近是1300多位的 学生历届毕业的部分所完成的一个成果 那所以今天带这个过来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其实花莲高农园艺科馆其实是一个 深藏不露的一个美景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读问可以到园艺科馆 甚至可以到花莲高农散散步散散心 它是一个很优美的学校的环境 哇所以今天节目就是跟大家讲 花莲又多了一个网美打卡秘境 我们学校平常可以开放吗 首度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暑假也有协助办理那个滑艇 滑艇运动 是是是 就在这个湖 对对对 哇好酷喔是 所以可以想想花莲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而且花莲今年不得了对不对 我们有百年的惊喜 就是我们有考上台大的同学 这个杰出的荣耀 我们用今天的时间 赶快让校长来宣传一下 对 这个应该也是一种姻缘聚会 因为 我们认为说我们花农的学校的一个学生 每个都是多元学习 多元智能的发展 那台大的这一位的话 其实本身我非常可配 他是从宜蘭过来的 他家是务农 那他家务农他从国中毕业的时候 他就一直就说他一定要去念农科 其实他可以考上南洋女中 但是他坚持就不要 所以那时候跟家人也挤了一些家庭革命 但是那个学生是 整个目标 整个生涯的一个发展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就到我们学校来 那后来他也不负众望 然后就是全国台大就只有一个名额 他打败了所有的民性的高中 所以他现在就入学到台大 现在已经是大二了 所以其实我们花农 从最早期创效 其实只是为了培养这个 务农的人力 人才之后 那一直延续做变革 做转变 做转型 然后到现在 即使你想升学走花农 也会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管道 在教学 尊学品质部分也是很有力的 而且我们都跟事务所顶尖国立科大 有策略合作 所以如果家中有孩子现在国中在考虑 高中要怎么走 花农也会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百年老店绝对是品质保证 品质保证 看到我们今天在座从校长带队 那个花工的不算 一样优秀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些学长姐们 其实走出校园之后 不管是升学就业 甚至于是人生的这个创业的部分 这条路走得很稳扎稳打的 而且都会有一番杰出的表现 所以今天节目就是邀请到 这五位特别来宾跟大家来报告 花农要过100岁的生日了 那校友会很努力很忧心 要规划这百年校庆的系列活动 有一些重要时点 11月15号慈善推竿 12月10号我们的运动会 还有110年4月24号的百年校庆日 那相关的活动讯息可以上我们的 花莲高农校友会的一个FB 花莲高农校友会的FB 如果你发现我就是那个毕业家偶 或者是我是多带 多带校友 或者是想要参加慈善推竿 推竿的话是上我们的高球委员会的脸书 那如果是百年校庆活动 可以上花农校友会的脸书 好 来搜寻一下 了解一下 看看活动讯息内容 重点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共江市去 一起来热闹 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 好 那今天很感谢我们的五位特别来宾 你们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哦 好 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个节目主题再见咯 拜拜 谢谢